詞曲 李宗盛 我是同事 你的同事 在9月22日 一起帶著愛 往彩虹奔馳 我們這一次一起唱好不好 我是同事 你的同事 在9月22日 一起帶著愛 往彩虹奔馳 我們這一次 來 起雙手 我是同事 你的同事 在9月22日 一起帶著愛 往彩虹奔馳 掌聲給你們 同事朋友平常也都在一起參與這個社會 也關心很多公民議題 例如說最近幾年 我們一起在關心像是 和能的議題 環境的議題 或者像前一陣子大家也一起參與 媒體壟斷的遊行 我們覺得其實在這些運動裡面 我們都可以看到同事朋友的身影 但是反過來說 我們也希望 當我們今天呼籲大家 社會大眾一起關心同事人權的時候 其他參與公民社會 其他一起關心公民議題的朋友 有一起來當我們的統治 也就是說 就是同事人權這件事情的關係 應該是不分彼此 不分 你是同事 或是我是不是同事 這樣 自己是同事 然後就有這個活動 然後有機會去參加 今天第一次參加 其他又有興奮 這一次遊行的主題叫做 我是同志 你的同志 我們一起喊喔 一二三 我是同志 你的同志 GO 來 各位朋友 我們鬥起來 馬路如何 許願快不走 他們的真情 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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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跳得到前面了好不好 人家不好的態度 還是好 他的手掌 是否有點粗糙 下巴的傷 像個人的問號 對他擁抱 會實現把起跳 雙手 混繞 是膚色的睡覺 這一次擔任彩虹大使的過程中 你有什麼樣的心得和感想 其實就像就是 這個問題其實在 前兩天的記者會 就是有一些記者朋友問到 其實我覺得我的答案都一樣 我身邊有 許多同志的朋友 然後我們就是 其實我覺得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樣 然後我覺得 愛是可以不分種族 不分國界 甚至不分性別的 愛可以跨越一切 對 我覺得愛可以跨越一切 愛就是intersex 我們中文呢 講的就是陰陽人或是雙性人的意思 如果大家有聽過LGBTI 那愛就是指的 陰陽的意思 陰陽是什麼呢 就是在生理上面 天生呢 有一種在 具有這個 在男女之間的一個狀態 他可能是你的構造 不見得是完全男生 不見得完全女生 那呢 我呢 剛好就是這一種 過去大家不太認識這樣的人 也以為我們並不存在 其實 我們在大家中間 有沒有 我們在大家中間 那我的出色目的呢 就是讓大家 看見我們的存在 然後讓大家能夠有機會 了解我們 接納我們 並且呢 擁抱我們 很榮幸也很開心 今天有這機會 擔任女同志代表 我還特地去攔這個頭 彩虹頭 用身體力行來表達 我非常支持這個活動 也希望藉此告訴大家 同性戀沒有錯 只有自己對自己負責 只要自己能接納自己 別人才能夠接納我 我才能更坦然地去面對人群 現在 我很慶幸也很感動 我有願意支持我的家人 尤其是我的爸爸 我曾經以為 最無法接受我是同性戀的是爸爸 結果居然是他 一直 一路陪著我 來面對這一切 我是很支持這個同志的 為什麼我會支持同志呢 因為 你們想一想 男的可以愛女的 難道男的不能愛男的嗎 可以 難道女的不能愛女的嗎 可以 那以前農業社會 是為了說 要多子多孫能夠來跟作 所以啊 就產生男女合婚 然後都要生小孩 那現在我們工商社會啦 時代改變啦 也不一定要生小孩啊 所以 男的跟男的 只要情投一合 女的跟女的情投一合 為什麼不能結婚呢 為什麼不可以 不可以 可以 對啊 男的跟女的可以結婚 女的跟男的 還有女的跟女的 為什麼不能結婚 差別只在於 男的跟女的 會生小孩嘛 男的跟男的 女的跟女的不能生小孩 對不對 對 但是我們同志是很有愛心的 對 按讚按讚 喔 按讚 你如果想要有小孩 你愛屋即屋嘛 你可以去認揚啊 對 把別人的小孩 當作你的小孩 來愛護啊 這樣不是更好嗎 對啊 我是具有 殘障的身份 又具有同性戀 雙重優勢身份的殘酷兒 Wincent 大家好 好 我是視障同志 我是你的同志 我是聽語障同志 我是你的同志 我是肢體障礙的同志 我是你的同志 我是精神障礙的同志 我是你的同志 我們是殘酷兒 我是你的同志 我們結合了一個殘障 以及同性戀身份的一個優勢身份的一個團體 我們一直覺得 這社會上會一直覺得 當你擁有了一個殘障的身份 你好像是被詛咒的 會被歧視的 當你是一個同性戀者的時候 你是下流的 你是龜龜的 但是我不這麼覺得 我覺得同性戀以及殘障的一個身份 讓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驕傲 我覺得不殘酷 我覺得是非常的好酷 非常的酷 超級酷 今年是台灣同志遊行聯盟所辦的這個遊行 第十屆的台灣同志大遊行 我們已經十年了 大家拍手一下好不好 十年了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我們從第一年只有可能幾百個人 到去年已經有五萬人的規模了 那今年呢非常需要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看看能不能破十萬好不好 好 主要的訴求主要的標題叫做革命婚姻 革命婚姻 就我們這個旗子上面寫的革命婚姻喔 那革命婚姻下面呢 我們有兩個小標題 第一分別是婚姻平權 還有伴侶多元 革命婚姻 革命婚姻 婚姻平權 婚姻平權 伴侶多元 伴侶多元